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妹妹两个孩子是正常 我很好奇 当一个正常孩子的妈妈是什么 在生产的过程中 很可能因为基因的排序 或是生产的过程 而成为心智障碍儿童 我认为这5%的孩子 承担了另外95%的苦难 所以在我心目中 他们其实像天使一样的坚毅 天使一样的美 心智障碍儿童的父母亲 都也很渴望把孩子带到公共空间 比如商城 百货公司 公园 但是他们每次帮孩子带到公共空间的时候 其实他们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一直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 为什么是警戒 因为小孩子可能有不寻常的举动 比如说他会大叫 他可能在商城里面的一个声光的效果 刺激到他 吃饭的时候 孩子对某件事物吸引了 被哪一个人吸引 他一边吃饭 就一边盯着别人 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所以妈妈后来在餐厅吃饭 总是选择了一个角落 让孩子永远是面对的一道墙 我在访访过程中有一个家长跟我讲了一个 关于监视器深刻的感受 这个妈妈的背景是一个护士 有一天她接到电话 老师告诉她说她的孩子摔跤了 接诊室的护理长大人通电话给她 说你的小孩子在我们急诊室 妈妈我觉得这孩子不是摔跤 晚上她就跟她先生讲了这个事情 她先生就很坚持要幼稚园 把警示录影带交出来 她想要看 看了以后原来是 老师在情绪上面可能有点失控 她动手打了孩子 我是一个受虐的妈妈 我还受伤 因为当初就感觉好像射击救了我们 这就是我们要练习 对人的相信 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 我们要想要 ž用 我们要练习 我们要求您 我们要求您 可以让您 我们要求您 我觉得您 您 有 我们要求您 因为现在 正常不正常 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胸 走进不正常的孩子的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就会去参与他们 理解他们 我们透过参与跟理解 我们就会形成关怀 透过了关怀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界线打开 这个作品的手稿 画了大概30张左右 我后来把它浓缩成14张 出生 就学 宗教 夫妻关系 如何面对死亡 等等的问题 都是非常复杂的 每一个议题 对我们而言都是切身的 透过十字张照片来讲述一个完整的心理障碍儿童 在整个生命旅程中 跟社会中碰到的 不管是融合法 摩擦法 也自身反省自己 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で 我们下期节目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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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